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这个生命本体 生命实相第八式 就是一切众生一切法的根源 这是可以清正的 我们应该如何修学才能对这个生命根源 第八式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人的一生无缘了之 或亲自证实这个生命实相第八式 应该如何做 而可以使下一世或未来是有因缘可以清正 请两位老师我们说 其实这个宇宙本源生命的实相 就是第八式真心如来藏 可是它不是一些现象界所能了知的知识 如果在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之下 其实我们落入的都是在意识的情节之中 其实是无法了解的 所以如果在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之下 很容易走入 误入歧途 因为我们这个梭博世界也叫做五着二世 五着二世因为具有见着 就是知见浑着 所以相似佛法满天下 都是以第六意识心想要来取代第八式的 真心如来藏的一个实相境界 以为这样才是一个证悟标的 事实上第六意识它是一个生命了知心而已 它不是不生不灭的心 它没办法出生万法 可是要让科学界乃至于一般普罗大众 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会感觉我真实存在 我能感觉 我能呼吸 我能见闻长袖等 你想要让它知道说 这种知觉即使是暂时而有 不是真实的法 那是很难的 所以也建议 如果确定自己没办法 接受到这样圣庙之见的话 那应该要建议去找 有八式政见的一个清静修行道场来移植 那才有未来去新闻政法之间的机缘 可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机缘之下 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八式政论的清静道场 我们可以随力护持 以培养未来是有清静的机缘 可是如果确定了 只是真的没办法有机缘 清静这样的第八式真心如来藏的 这样一个清静修行道场 那也千万要注意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随着一般有名声的法师 或者是在家居士 出口诡谤 这样的第八式真心如来藏 红法的团体 在我们不知道不了之 他们所讲的正确法义之下 我们也不要随口诡谤 否则会照下未来是无法清静这样的 清静道场的机缘 乃至会障碍自己未来是政务的机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要建立 在我们心中 要兼顾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思维 不要轻易去违反 以上报告 谢谢各位 刚刚那一题 因为有时间限制 所以意犹未尽 现在补充一下 给大家参考 那个 俊超老师 在讲这个 量子纠缠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提出来 我个人是有一些看法 跟大家报告 那个量子 那个算是物质里面最维系的东西 那我们先一个前提 这物质是谁所生的 我们先就告诉答案 就第八是如来账 它能生物质 也能生心 它能生什么 第七事 第七事不够用 再生第六亿事 第六亿事不够用 再生前五事 它如果第八是够用 它就不用再生了 像我们开公司 如果过的话 就独资 一个老板自己经营 不过的话 再扩大生意好了 人手多了 手忙脚乱 对不对 再变成扩大 对不对 然后才底下又有一个总经理 总经理不够才有部门经理 部门经理才有各单位的课长 那我们言而 鼻舌深 前五事 其实就是五个部门经理 对不对 那个义事 就是总经理 那个义根 就是董事长 他是点头做主 对不对 那第八是如来这样不能收 自己要去参 是这样啊 那现在前提先知道了 我们这个前提已经知道了 如来这样能生物质法 能生精神法 精神我已经讲了 前七事 就是不够用不够用 再一再 这个可以关哦 我近前讲这个赤地可以关的哦 是老师的书里面有 但是我不能收 要不然被挤牌警告 这个 每个阶层都有授权 比如董事长有什么权限 总经有什么权限 对不对 经理有什么权 都是这样 红法也是一样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权限 有些法 你是要到禅山才能够去参的 那基本功夫都会教 但是呢 也不能讲 但是基本的观念先建立 好 那这个物质呢 既然是如来这样所生 请问 会不会跟如来这样相应 会 那心是不是如来这样所生 会不会跟如来这样相应 那这个连结点在哪里 物质跟精神体两个连结 是不是如来这样 那因为量子纠缠 为什么会跟实验的人 他的意识呢 会相应 意识有没有能力去相应物质 不行 但是透过如来这样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意识 那个科学家 在研究这个量子纠缠的时候呢 他意识 是有座翼 有这个座翼的时候呢 那个地巴士当然接受到了 接受到呢 这个物质本来就是 地巴士如来这样生的啦 它会不会相应 透过这个两个相应 当然就是 那个量子跟不同的科学家 做出来的结果就跟那个科学家相应 所以变成那个距离无限远的时候 因为我们心不相信 有讲到嘛 时间空间嘛 心不相应啊 对啊 所以就没有这个时工距离的问题啊 那当然这个问题从理上就可以通了嘛 我这样解释大家满意嘛 那自己刚刚问的那一题呢 靳超老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看就少说啦 因为有时间限制喔 那要随活就吃地嘛 第一个你要随 正确的嘛 像我这么卖命啊 我三十五岁就退休呢 四十岁随活 搞到现在快七十了 我最胖的就不能限关 真的真的 现在那个之间背起来都很简单 我一向不会背书的啦 但是你看啊 五位白娃我现在都可以背出来啊 因为你老是在思维啊 你在思维 看这个是怎么样 你思维没有用啊 你要拿自己身心来限关啊 要不就拿外面的东西限关啊 那穿一层身材也要穿 穿一层又一层 就智慧又增长 增长一点啊 就是佛法就一样一样清正啊 真的啦 搞得都啊 什么时候进步最多 当老师的时候 你要负责嘛 你自己搞不清楚 你怎么讲出来 心会虚嘛 然后呢 在讲台讲的时候呢 佛陀在后面 菩萨在后面 我跟你讲 你如果是不懂哦 讲出来有没有 照本宣科 后面把一个修改 你知道吗 自己一根会提醒自己啦 你要搞清楚 所以真的有压力 你不要以为当老师哦 很愉快耶 那个压力很大 但是增长会很快 因为你为了要上课 你要搞清楚 那这个就等于餐禅啦 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这个 要清正 第八四 那你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人家有清正过了 那你跟着学期 不会臭嘛 最起码你不对的 他对的不能告诉你 最起码不对的 就帮你打掉嘛 一样嘛 那选择题啊 那五题啊 不会 那有三题 一定不对 那两题呢 想一想 猜一猜 有可能对 你就未来 往那个正确的方向 越来越接近嘛 功不堂捐啦 以上报告 我们还是要稍微 把我们要表达的 再表达一下 因为我相信在座 大家很多人都有看过 或听过法华经 为什么不会讲这部法华经 是因为 色力佛尊者三次请求 佛陀来为大家说明 无量劫来修行所得的 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 以及智慧境界 但是因为这个境界 那种程度 实在是 那个时候的僧文人 他们可能真的是 没办法接受 所以就有五千位 我们说他是 最根深重 还有真上慢 他们不相信说 佛陀的正量有那么高 所以当场公然起身 就像这样子 公然起身 就表示说 他们不相信 佛陀的正量 那所以可以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能够修学 如来章妙法 或是说 能够相信这个 如来章妙法 其实是要很多节 累积足够的善根福德 才能够来坐下来 安心听讲 所以说 对于这个法 我觉得说 因为刚刚的题目 他的题目是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 让我们有因缘 可以清正 所以刚刚两位老师 其实都有提到 第一个 就是不要随意诽谤 所谓诽谤就是 不要任意评论 我们不知道 或没有听闻过的法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跟随真实善知识 修学熏悉 建立正确的佛法观念 再来还有一点 这是我个人觉得说 要广结善法源 因为有善法源 未来是我们 其实大家今天在这边 共同成就这场 这场讲座的那个功德 未来的因缘 一定很容易会再相遇 那只要其中有一个人 接触到正法 其他人就有可能会 因为这个因缘 而又回来正法 所以说广结善法源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以这样子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 相信说 卢拉杖真实存在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再来就是 欣喜正确的卢拉杖观念 正法的观念 应该说 以这样子的 护持卢拉杖法 弘扬的善根 还有福德 还有这样子的功德 未来是清正的原因 一定可以很快成就 这是我觉得说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只是 在宇宙中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 甚至连一个点都不到 还有我们的一生 其实只是很短的 很短暂的 很多事情 没有什么需要计较 但是就是唯有 自己是怎么来的 我们未来会要怎么样去走 未来的路 不是只有这一生的未来 还有未来无量事 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慎重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